对影像跟声音都没有反应 看不见听不到 也不会吓人 跟你想象中的鬼 差很多吧 这绝对是世界纪录 我们就到了世界上第一季鬼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国产恐怖片的巅峰之作 本片会以最科学的角度 来解释鬼的存在 故事的开始 一个科研团队找到摄影师老外 雇佣他去一个凶宅拍摄 对此老外已经习以为常 因为他们已经合作过无数次 每一次都是空手而归 值得说明的是 团队要求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底片 老外根据老板的要求来到凶宅 开始对着凶宅的各个角落拍照 可是并没有什么诡异的发现 老外以为这次肯定会和以前一样 可是直到来到客厅以后 却让他拍到了恐怖的影 刚刚还空呼如也的角落里 竟然出现了一个小男孩 他扭头看向那个角落 只见一个鬼影慢慢向他逼近 老外已经被吓得不能动弹 直到第二天老外被人发现的时候 他的身体都已经凉透了 但是团队的负责人乔本 看到相片以后却非常兴奋 他命令成员马上驱散 著名封锁现场 可是成员却担心 搞这么大的阵仗上面会责怪 乔本则是表现得非常不屑 由此可以看出 乔本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 这里着重要介绍一下 乔本是岛国的一个科学家 他曾经研发了一种 能够捕捉电磁波的发明 名为孟杰海绵 甚至还提出了大胆的假设 孟杰海绵的研发 甚至可以让人倒立在天花板上 为此导国出资成立了一个反中立小组 成员更是来自世界各地 但是耗时九年依旧没有什么成果 地点回到日本总部 上司看到了电视上报道的新闻 知道乔本为了疏散居民 竟然动用了政治关系 这让上司非常不满 因为九年的时间里 乔本耗费了太多的工款 而且这次还死了外聘人员 面对上司的责骂乔本不慌不忙 他拿出了一个魔方 并且告诉上司他这么做的理由 随后魔方竟然悬浮在空中 上司也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惊 多年的研发终于有了成果 随后乔本表示 研发还需要一点时间 很快他就可以站在天花板上和他对话 之后他又向上司提出要求 他想要台湾犯罪联合打击组的成员叶启东 看到乔本的研究成果有了突破 上司决定再相信他一次 但是如果这次再出现任何问题 就会让这个瘸子滚回岛国教书 乔本被骂瘸子非常不爽 他默默地掏出技术器 开启了上司的死亡倒计石 那么乔本的科学研究 为什么需要一名客警呢 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启东 他不仅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而且视力极好 最主要的是他能够读懂春雨 曾经历下过不少赫赫战功 但是启东有一个患有剑动症的母亲 病情严重到医生都在劝他放弃 但是孝顺的启东怎么能够接受 他始终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 母亲则一直以这样的状态活受罪 当他接到上面的特殊任务之后 就来到了凶宅 这里已经被挂上了横幅 附近的居民也已经被驱散 当他来到办公室之后 就急切地想知道这次接到的是什么任务 乔本简单地自我介绍之后 便告诉他小组的研发目睹 他们试图找到抵消重力的方法 启东听后表示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见他根本无法理解 乔本就打算带他去看一看他们捉到的物 旁边的成员苏元有些不耐烦 再次询问乔本是否真的要告诉他真相 乔本则是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于是他拉着启东来到观察室跟前 确定里面什么人都没有之后 随后递给启东一瓶由梦杰海绵特制的眼药水 按照乔本的指示喷过眼药水之后 启东就发现了震惊的一幕 刚刚还空空如也的房间里 竟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小男孩 这可真的是刷新了启东的三观 只见小男孩起身来到窗前 并且拿起桌子上的苹果吃了紧 可是桌子上的苹果并没有消失 就像是被抽取了灵魂一板 而被小孩丢掉的苹果也立马消失不见 然后就见他站在窗前喃喃自语 启东立马看出男孩说的是下雨了 可是现在的外面明明是个晴天 之后工作人员打开电视机 并且开始播放声音 可是男孩对此毫无反应 不看不听也不吓人 和人们所听闻的鬼完全不一样 但这确实是人类捕捉到的第一只鬼 启东不知道为什么喷了眼药水之后就能见鬼 乔本拿出魔方解释道 梦杰海绵是一种人的蛋白质原料 能够捕捉各种波长的电磁波 而鬼也是能量的一种 当梦杰海绵吸收了足够多的能量之后 就能够达到反中立的效果 电磁波也是能量 在人的眼球上喷上梦杰海绵 就如同给人的眼睛加上了一层滤镜 就可以看到不同波长的影像 男孩每天下午四点半都会试图从房间出去 但是房间被涂满了梦杰海绵 梦杰海绵会吸收能量 这个房间就相当于一个龙子 所以男孩根本走不出去 听到这里 启东依然不明白组织找他来的目的 乔本希望启东能够调查清楚男孩到底是谁 以及男孩的死因和死亡地点 启东听到这里之后表示拒绝 随后转身就想离开 乔本马上起身追了上去 并且表示启东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 他们已经调查了启东的全部资料 得知他的母亲身患绝症 乔本认为启东没有资格让母亲这样活着受罪 因为他并不认为活着就一定比死了没好 换句话说 乔本认为启东的母亲也许也并不想这么活着 启东听到这里非常生气 他一提起开乔本 乔本非但不生气 而且还继续和启东讲道 可是启东已经没心情听下去了 他怒斥乔本不可以再提起他的母亲 之后就离开了反中立小组 回到医院之后 女朋友正在照料卧床的母亲 启东开始为母亲活动手脚 看着启东这么痛苦 女朋友也开始宽慰他 他认为母亲就算清醒 也不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儿子的累赘 他应该也希望启东能够活得快乐一些 经过此事之后 启东也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决定去参加反中立小组 希望可以解开心中的迷惑 而另一边的研究小组这里也遇到了难题 他们问了当地所有的援助户 都没人认识小孩 而且房子也已经换了好几次主任 根本不能查清男孩的身份 就在这时 苏元发现男孩正在喃喃自语 就在这时 启东走了进来 他告诉大家男孩说的是玻璃破了 看到启东加入研究小组 乔本非常开心 但是苏元却表现得非常不爽 但是在开始之前 启东有一件事情想到明白 他不知道这个鬼到底有没有攻击性 因为鬼故事里的鬼都是会杀人的 苏元却没有给他好脸色 他认为只是跟踪一个小孩而已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显然他并不欢迎启东的加入 启东并没有过多理会 随后小组的成员带他来到庭视间 并且告诉他老外在拍到他之后死亡的事情 所有人都认为老外是被吓死的 可是根据启东多年的特警经验来看 人是不会那么轻易被吓死的 于是他决定对老外的尸体展开尸检 这对于身为特警的启东来说易如反掌 随后他就掏出老外的心脏 这一幕把其他二人吓得不轻 果不其然 启东真的发现了猫腻 在老外的心脏上赫然出现了小孩的手指印 于是启东大概猜出了老外的真正死因 在当晚拍到小孩的相片之后 老外一定会觉得非常奇怪 于是他慢慢转身看向墙子 竟然真的凭空出现了一个小孩 然后小孩才会掐住了他的心脏 导致死 启东猜测 老外是因为直视了小孩的眼睛 所以才导致的被小孩杀害 而另一边的研究小组这里也有了突发状况 苏元由于不满桥本的工作安排 所以想要带走小鬼窃取这次的研究成果 结果却不慎被刚好回来的桥本发现 桥本发觉不对立马关闭了研究室 等启东等人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样的一幕 他敏锐地观察到苏元的口袋 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桥本 小孩很有可能被他装在了口袋里 于是桥本对苏元说道 只有苏元把衣服脱掉 才可以放苏元出来 苏元一看也没了办法 只好解开衣扣向众人展示傲人的身材 殊不知口袋里的小鬼已经慢慢爬了出来 随后启东揭穿了他的小心思 苏元眼看是没有了办法 于是只能掏出口袋里的报纸 可是怎么也不会想到 被压缩的小鬼已经不见了 就在苏元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启东赶紧发生提醒 因为大家看到了惊恐的一幕 意识到苏元现在有生命危险 于是启东赶紧提醒 千万不可以转头和小孩对视 可是苏元对此一无所知 强烈的好奇心之下 直接导致了苏元的悲剧 眼看发生了不可控制的局面 启东赶紧让人打开大门 可是此时的苏元俨然成了一具尸体 当他把苏元拖出观察室之后 苏元的灵魂也开始脱离了肉体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如何应对的时候 只见苏元的灵魂慢慢站起了身子 不过仅仅只是几秒 很快就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然后乔本就和大家解释道 当一个生命结束以后 灵魂会在世上维持一段时间 然后就会烟消云散 之所以小孩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久 这也是请启东参加研究的目的 乔本希望启东能够调查清楚 大家简单地处理了苏元的尸体 时间来到第二天下午 大家决定放小孩出去 然后由启东一路尾随 当走过几条胡同之后 一人一轨就来到了马路上 启东谨慎地观察着小孩的一举一动 直到一辆公交车停下之后 小孩终于有了反应 于是启东拦下公交车 和小孩一起坐到了车上 启东怀疑小孩好像是在重复生前的活动轨迹 不久之后跟随小孩下车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步行 直到夜幕降临 这才来到一所教育小学 启东赶紧汇报给乔本 然后紧随小孩来到教室 就像是惯性一样 小孩好像生前在这里上学 启东就站在小孩不远处 并且时刻保持着警惕 紧接着小孩走出教室 启东赶紧跟了出去 结果却看到了震惊的一幕 小孩竟然从楼上跳了下去 启东赶紧跑到楼下 只见小孩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原样 之后就是坐在操场的板凳上发呆 嘴里还喃喃自语 通过淳于启东读出了小孩的话 小孩说的是轩草花 这种花在本地是并不适合成长的 时间来到凌晨 小孩已经在回去的路上 然而此时的启东已经饿得不行了 于是他正打算买点东西充饥 却怎么也想象不到 突然发生了一遍 空旷的大街上 突然走来一个喝醉的大汗 尿意袭来的他解开裤子就开始方便 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将大火临头 他这种不禁的行为很明显惹怒了小孩 最糟糕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 发现这个情况的启东赶紧向基地回报 并且询问怎么才可以阻止这场悲剧 桥本告诉他 只需要把孟杰海绵喷在子弹上 向小孩射击就可 启东也来不及多想 赶紧照顾 也没时间顾及其他人的感受 而恰好此时还有一名巡警也正在吃消息 他看到启东竟然想当街行凶 于是赶紧掏出手枪制止 眼看着醉酒之人马上就要命归还全 此时却被人当成了坏人 启东没有时间考虑 他一枪击中其他的坚弹 随后开几次 可是子弹却穿过小孩反弹到了后面的女人 成功救下罪汉之后 启东已经暴露 他赶紧躲藏起来 桥本赶紧提醒千万不能直视小孩的眼睛 下一秒 小孩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不过这并不能难倒启东 凭借着过硬的心理素质 无论小孩怎么靠近 启东都装作看不见的样子 小孩终于退去 正打算继续跟踪小孩的时候 背后却遭到警察的射击 不过幸好他穿了防弹背心 但是此时继续跟踪已经不现实了 毕竟这可是不小的事件 不过就在这时 启东发现小孩的脚底再次延伸出了一根能量丝 画面一转 小孩独自回到了研究小组 此时的桥本显得异常兴奋 因为他很羡慕死去的小孩 他摆脱了做人所需要承担的所有责任 不需要熬夜写文案 更不需要交税 最主要的是他还能够永存 桥本觉得做人真的是太痛苦了 画面来到总部的署长这里 因为市区枪战的影响性 确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苦恼 并且另一边的桥本 已经用他的名义把启东保释了出来 署长对此非常气愤 则令手下前往大陆抓捕桥本 而启东的调查却还要继续 他来到小孩的学校 得知了小孩生前的事情 老师对这个孩子印象非常深刻 原来小孩生前患有罕见的怪病 身上长满了各种笼包 最主要的是小孩当年跳楼的时候 其实是在他的母亲怂恿之下 但是看到小孩并没有立刻死亡之后 他甚至还要掐死小孩 幸亏老师和校长及时制止 后来小孩在住院的时候 被他的母亲接走 只是听说去了老家 其他的事情就不清楚了 知道一切真相的调查小组 决定前往小孩母亲的老家调查 并且经过启东的筛选 锁定了一片存在大量喧草花的地方 但是令众人想不到的是 这里竟然是一个废弃的国家 同步辐射中心 当看清这里的全貌之后 桥本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他断定小孩的尸体肯定藏在这里 果不其然 经过众人的一番挖掘 最终找到了小孩的尸体 启东检查尸体之后发现 小孩的脖子上有很深的手指印 他断定小孩是被掐死的 桥本推断小孩变成鬼的原因 就是因为被埋在这个辐射中心 下面深埋的电子加速线圈 造成的磁场 给小孩提供了永不间断的能源供应 而这里就是整个磁场的中心 最重要的一点还有 他认为小孩是含着极大的怨气而死 晚上回到研究小组之后 众人正在商讨下一步计划 这时小孩却表现出了异常 众人走上前去查看 启东发现 小孩的脚下再次出现能量丝 而且仔细看去 这颗能量丝一直延伸到了外面 于是启东决定去调查清楚 可就在他刚刚走后 一辆出租车来到了调查小组 正是他的女朋友小美 原来今天早上的时候 启东的母亲并未需要做手术 急需家属签字 可是当时的他们正在辐射中心找尸体 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所以也没能和启东取得联系 于是他才找到了这里 得知启东刚刚出去之后 他决定在这里等候 再说另一边的启东 他顺着能量丝一路追踪 结果来到了一个偏僻的收容所 最后竟然找到了小孩的母亲 那颗透明的能量丝正连接在他的脚下 也正是因为启东的到来 医护人员这才发现病人的情况 经过一番抢救 最后小孩的母亲不幸病故 启东这才明白了一切真相 与此同时 画面来到研究小组这里 监控显示楼下上来很多保镖 明显是来者不善 乔本赶紧安排人封印小孩 自己跑回房间拿重要东西 可就在他们准备封印的同时 一根不易发掘的能量丝出现 分别连接了当场的一部 此时大门也被破开 乔本趁机夺走孟杰海绵 众人这才发现 乔本已经失去了踪迹 另一边的启东正打算告诉大家这个事情 结果却得知计划已经被终止 而且乔本也不见了踪迹 启东这才得知 乔本已经患有非常严重的糖尿病 他这次带走小孩可能也没那么简单 就在启东打电话的同时 身后却出现了死去小孩的母亲 怎么也不会想到 小孩的母亲竟然也变成了骨 启东强坐镇定 但是下一秒 女鬼就飞速地爬了出去 启东赶紧追了上去 但是他又怎么可能追得上 只见女鬼站在狮子路 下一秒就搭上了路线 尽管启东几根不死 但是终究追不上一个没有尸体 就在启东失去了目标之后 却突然发现了乔本的身影 而此时的乔本竟然已经丢弃了拐杖 启东马上就起了疑心 乔本却告诉他一个可怕的消息 原来他一直都能看到能量丝 也就是说启东的女朋友 现在也非常危险 何之这一消息的启东还没反应过 一辆汽车就很身旁无效 转身再看 乔本再次失去了踪迹 此时再也没时间顾及别的 他赶紧给小组的成员打去电话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只听电话的那头传来一声惊呼 等他赶到研究小组的时候 同事已经被小孩的母亲杀害 而另一个同事正打算去吃份兰州拉面 结果却发现了一根诡异的能量丝 结果也同样惨死 启东赶紧去找自己的女朋友 到了女友的花店之后 他先是给子弹喷上梦节海绵 然后给女友打去电话 并且一再叮嘱让女友听自己指挥 他先是让女友闭上双眼 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睁开眼睛 眼看已经有了机会 启东便毫不犹豫地扣抖按紧 一连几发子弹成功激怒了女朋友 只见一根能量丝筷子延伸到启东的角落 眼见成功吸引了女鬼的助力 启东也不敢做多停留 即刻驱车准备逃离现场 她知道女鬼正在寻找自己的爱 希望乔本能够马上放了小骨 可此时的乔本已经无人为止 因为她非常羡慕这些鬼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她利用梦节海绵直接溜到上司的卧室 看见倒立在天花板上的乔本 上司已经被吓得不敢动他 乔本诉说着这些年来受到的委屈 同时表达了自己对领导无尽的恨意 最后她直接杀死了女鬼 而现在的她对这个世界也没有了任何留恋 她正走在解脱的路上 就在电话挂断以后 女鬼已经从后面追了上来 眼看着女鬼越来越近 启东也直落 于是女鬼的手已经慢慢靠近了启东的心 伴随着一声残降 启东猛打一把方向盘 虽然发生了严重的车火 但是启东并没有就此死去 眼看着女鬼再次追来 启东只好一路逃窜到地铁里 而车厢里的人就像是看到了风景一样 直到走到地铁的镜头 启东再也没有办法 而脚下的能量司依然存在 就在这时 女鬼慢慢地从下面生病 尽管启东用枪连刺射击 但还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绝望的启东拿起手机 给女友打去了最后的电话 和女友经过最后的告白之后 女鬼已经近在咫尺 只见她的手再次握住启东的心脏 不知道过了多久 启东已经没有了呼吸 可就在这时 一只小手竟然再次伸向启东 随着一口大气喘吐 启东竟然活了过来 原来另一边的桥本来到了宣讨花地之后 觉得万事都已经剧美 于是她放出了孟杰海绵里的小谷 然后在她的面前自杀身亡 最后启东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她也终于明白了生命的真谛 而桥本也并没有变成我 因为她始终都没有蒙满 小鬼和她的妈妈之所以没有消失 并不是因为恨 而是因为爱 给大家看